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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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三,跑马地野菜 最优途情放箭 今次賽事 將會有幾匹路程專家上陣 其中蘇姆羅馬房的戰衣 2月10日九一復出 隨即是谷草千二米賽事 擊敗財招法、股票傳奇等赢馬 雖然戰衣在3月3日再出 不敵靈距離跑第二名 但這次有冠軍騎士潘頓壓陣 可否再贏一場 另外,由呂杰茜訓練的鴻雲飛鷹 在谷草千二米上陣四次 下方取得兩罐、一雅、一貴的成績 上將鴻雲飛鷹在三班賽 以勝分三個馬位擊敗疾風勁草 而疾風勁草 之後再跑兩次同程賽事 都成功贏馬 不知道有強勁賽職的鴻雲飛鷹 又可否立即攻下二班賽事 每次留意,星期三,跑馬地夜賽 歡迎收集,早上先機 今天康仔也復出 歡迎康仔 現在好像我真是反客為主 真是來歡迎你 不過這個後備很快 功成身退 說回這次賽事 跑馬地就跑九場 因為那些四班千二例牌 現在都拆三組 所以六點九就可以跑頭場 用的是斯蘭斯加三彎 窄小跑道 沒有大賽池 這次王俊就升格了 減五磅 另外波建治、彭國年 波建治的復出 彭國年、周俊駱都停下來 希望大家看開這個節目的朋友 都見諒 你都見到我都是負相上陣 希望盡力 交到多少得多少 先說一下騎師表 這次都選了兩位 選了潘明輝與及巴道 首先成為騎師王 首先條件一定要騎馬的數量夠多 而潘明輝騎足九隻 巴道就跑八隻 當然很多實力馬大家都可以去針著 譬如潘明輝有紅磚勇士叫護 辣臣、洪敏輝英都是強 巴道也不錯 馬房又怎樣?卡兄 對,選了前列馬房 方家柏這次又擺一個強陣 剛剛在沙田不是他的主場 也贏了三場 來到跑馬地一向都是大展攻勢 出了八場都有實力的助騎 深星兩隻,清深星 伸轉馬房 伸轉馬房 剛剛有一隻贏了 另外那些瘋狂快路也轉了去他 雙折棍那些贏了 星雲鳴鳴雀那些試襲也試得好 所以這個馬房繼續都是強陣的 另一個就是羅虎泉 羅虎泉也有幾匹很有能力的馬 西利哥其實也越來越近 風增也是 僵口也開始稍微改善一些 南驅寶的檔位不俗 連馬都是很適合的 竟銷沙 近期都是跑得近的那些馬來的 所以兩個馬房 看來這次也挺有機會的 另外跑九場也要提醒大家 大賽詞的更改 其實最重要就是3T 因為3T跟10場的沙田有些不同 它是5、6、7 其他場次大致都相約 我想大家玩開都已經很了解 事不宜遲 頭上的賽事馬上看馬 五班2,200米的長途 好,松化馬就有1號、7號、9號 都是相過松化的 服貨表就見到9號 魚木春風曾經間斷過 再來狀態指授表 3和8都覺得不錯 配備轉變到5號的正義區 除了開防眼罩 松戴全眼罩 至於11競進飛鷹 就重新綁利 先看這隻1號馬的樂瑩瑩 賽詞亦都在松化操練為主 試了這個3月4號的草地集 只有幾隻馬試 前面帶頭就是湧眼光 第二位那隻華美福星 其實是放頭的 但入到直路他都不是那麼多 所以那隻樂瑩瑩 他的路程有點短 最後騎了兩步 蹦著欄 所以都拿到第二 但這些事襲說真的 和單挑分別不大 只是大家知道他有事 但就不是什麼辣粗 這組很多長途馬 其實走來試端途集 你都見到他跟不到 都見怪不怪的 你看這些貨是單挑的 馬都走實得挺爽的 我的狀態都沒有問題 不用管他試襲的那些 這隻2號馬的喜營運 它也是常常到神操搶口 難流的馬 它是一隻V步馬 現在八歲算是這樣的 神操保持到有些生猛 有些朝氣 但演出相當難計 看這隻試襲 上心星 全程都在尾 1200米的黎閘 3月5日 在月初 早段他都沒有騎 進直路 都要比一下 看看比一下反應如何 其實這些馬都是撻一輪 別人的過鐘點 才開始撻起一點點 你看這些試襲 都不需要理會他什麼名次 前面挺強的 速遞騎兵 忽雷都跑了 那些都近期好表現的馬 他這個 其實過鐘點都跟上來 都沒有問題 是,試完閘之後再跳 12日早上 走起順利800米 都挺聰明的 下腳又夠輕 這些馬 他五班長期近的 這隻上心星 4號的毛記 腳法他就不太漂亮 不過現在跑來跑長度的馬 腳法不漂亮 因為前腳有一點踏踏踏踏 輕輕比之前就順滑了一點 不過他走勢也有點不太規矩 再來就是五號馬的正義區 這些馬都越纜越長 因為這隻馬都帶了一些軍速 它的爆炸力不夠 所以都試一試2200米 逐小逐小好緊 六號行樂之光 好像也上一次有些獎金近了 它也是腳法 大家看習慣了 那些長度馬的腳法 它是比較緊窄一點 腳法其實也不是說出得很漂亮 它進步就不大了 再來就是有些重化試襲 看到那隻拖板精英 也是3月4日那一招 剛才樂瑩瑩一號馬 也是在那一招試的 現在重化試襲 反而好像以草地為主 來地的試襲相對比例較少 這隻拖板精英 就按住三、四位中間 開面那隻要騎 另外內蘭那隻按住 就是明月千山 它也算挺輕鬆的 拿了個第三 再看這課 拖板精英 彈條 今次會最後試跑 它是屬於有少少口勁的長途馬 所以早上好像跳得比其他馬 好看一點 因為捉住捉住的聚手 擺在前面走 是呀 這一組數下了很多 有口勁的長途馬 這隻靈鋒也是 它是從年輕到中年 現在A步 都已經是七歲馬 它也是這樣的 神粗是搶著它 這次是用摩雷拉 那就是如木春風 近鏡拍那隻黃色潛艇 頸子有點汗 腳頭擺側一點點 其實它多數是重化粗 這個臨尾 前天早上才落回來跑馬地 即是落回來沙田 但走勢也不是很吸引 為線最樂 就是那隻如木春風的前扣雷 但是那隻就轉走去徐宇石那裡 這隻在鄭俊偉那裡 跳贏那隻半跳的退役馬 又不證明到太多 戰鬥力都是減退當中 看一隻敬鋒飛鷹 是一千米短途雜 有隻鋒鋒快鋒 都可以看起來 敬鋒飛鷹一定跟不上 他都是一隻很立落的馬 這隻鋒鋒快鋒 早段就一直跟馬尾 尾了二百里 開始抽出來亡胸 但是你看到他 也有一點擺側的身 其實他出腳都還未出得很順 競俊飛鷹 一定是在尾的那種點 其內反應是比較普通的 尤其是這些短途雜 他都未夠喉 這些競俊飛鷹 你叫他再試多一千都還可以 所以這些試白白 他就順暢 走回來也算是輕盈的 不是說特別很重身 看這隻就是時尚傳奇 上一節也算是有些獎金 可能其實只是分落落到低點 也不是說他自己有什麼特別大的進步 看看後備馬 軍臨大地 這隻一早都配了田泰鞍 是否也估計有機會有馬退出 不知道 陳操他又維持得挺好的 這些馬 第二班有馬退出 也不是其事 對 看這隻就是最開心 第二後備 也試得挺好的 是最開心 頭場的賽事 回到這一組 2200米 步速形勢比較難預計 又不知道哪些馬會中斷走 會中斷法力 我想三號馬的上心星 都是擺明居馬 尤其是這次配合鑽倉 初出的青心星 近期你見到顯心星 也是很好表現的 來到這個階段 方家柏和蔡見真章 大家都埋身肉搏 所有的工具都拿出來 試埋閘 這隻馬應該優先選他 有時這些低半長途 沒有什麼所謂強組 不過我們有時分一下哪一組 比較弱 例如有一組 起營運今季贏一場 就贏了拓板正應 拓板正應第一次跑二千二 競進飛行第三 這三隻馬 其後各自都跑了四五場 其實沒有一隻再上名 如果這樣算 我都會覺得那一組 可能都比較弱組 所以我都會稍微比一比一比 有一些未證明弱組 例如上深星和洛瑩瑩那組 可能在這裏我都會稱他先些 尤其是其方 加伯 真的有攻勢那麼強 所以這兩筆 我覺得可以優先留意一下 其他就零風 零風有時快有時慢 希望他不要漏閘 那頭場的賽事都研究過了 休息一會